还要告诉你国内油价在连三降之后 在后天凌晨要涨了 涨三角 那么这是春节前最后一次调涨 直到过年一直到2月9号前 整整半个月可以放心 油价只降不涨 另外天然气跟桶装瓦斯价格 春节也都冻涨 要让民众在过年负担没有那么重